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韩哥 拿来手机 我也想讲讲每一张图片的里边的故事吧 对 第一张图片 我吊着威亚从楼上是跳下来的 我是背后这样跳下来的 所以那天的事是比较 还挺危险的 对 虽然说 整个的动作组的团队都非常专业 就是安全系统保障的也很高 所以但是你要在一个八楼上往下跳 还是有一些害怕 所以那天我在拍摄的前一天 我去做了一些 也做了一些测试还有彩排等等 所以那天呢 确实那楼的铝合金很薄 你整个身子撞一下之后 你整个东西都会往下掉 所以那天我的腿啊 全部都被那个铝合金给挂伤了 所以这次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大的一个挑战 能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动作戏 对 对我来说也是突破 但是真的是挺精彩的 听说有人想看我自拍 对刚才我看这张表面我还笑了 有时自拍的时候都是怎么拍啊 45度角 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比较去搞怪吧 因为每次就这样拍 就拍出来这样的照片 嗯 这一张 只想安静静的做手工货 这是我在上一部戏 就是爱我你敢往那部电视剧 那现场 在拍我家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高达 在空闲的一个时间内吧 我就跑到那自己去拼高达 对 拼出来了 还挺好看的 当时你要招票发给你 这张刚才我还想了半天 我说这个是也是我们在 呃片场吧 在空闲的时候 就是我跟里边有时候经常会 就经常闹着玩 所以他就像那种电波一样这样 电波一样 就说就代表月亮 什么消灭你 像这样 就是好玩在片场就瞎闹了 对 自娱自乐 其实我在片场 我还是挺希望说 大家有一个很 嗯 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 那去创作 对 除非是真的有说 很重的一些感情戏啊 我会躲在角落里边 会去酝酿一些情绪等等 平常还是希望跟大家能 嗯 闹在一起 搭在一起 包括跟导演在一起 嗯 这也是我上一部戏 上一部戏 我们去在泰国去拍的时候 我们要去出海 有一场戏是出海去潜水 所以在等船的时候呢 我看见有一个当地的小女孩 特别可爱 嗯 跟我们去打招呼 哈喽 这样的去打招呼 然后所以我就摆了同样的动作 他们就给我拍下来了 嗯 对我在模仿她 很可爱的小女孩 嗯 我家有一只猫叫抱抱 他生了五只小猫 完了这只猫呢 是在我朋友的棚里边 对 就是我朋友抱走了一只小猫 所以一直在棚里边 摄影棚里边 所以正好那一天呢 我在摄影棚去拍杂志 完了看见他 对 我就跟他 就抱一抱他 我会 完全跟我已经不熟了 从小就抱走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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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是九零吧 这两个人一样都不一样 怎么样 最后一把你被人感到就是这个 8月3号解码游戏这部电影呢 就会跟大家在电影院见面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 对高颜值犯罪 希望到去电影院去观看我们新的作品 解码游戏